万动期待的漫威蝙蝠侠月光其实他来了 作为漫威有史以来对黑暗 对自己的反英雄 月光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 白天的时候 蓝猪士蒂文在埃及博物馆当售货员 性格胆小懦弱的他经常受到老板的打压嘲讽 而他却只能找路边的同向倾诉 然而晚上回到家 他却在床边撒上沙子 然后还在门上贴上胶布 最后再把自己锁起来 你以为他是担心有人闯了他家吗 不 他做这些事为了确保睡着后 另一个自己不会乱来 这天晚上 他正在床上玩着魔方的时候 下一秒 史蒂文突然在一片草地上醒来 他的下巴还歪了 这是耳边传来诡异的声音 但他根本就不认识马克 慌怀中史蒂文从衣服里掏出了一个金色甲头 就在他一眼懵逼时 城堡上的人突然对他开枪 史蒂文赶紧逃跑 他跑到山下的小镇 伪装承诺人才逃脱追杀 没想到他却走进了一场宗教仪式里 一个名为亚瑟的男人缓缓从人群中走出 而周围的人都对他非常尊敬 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审判这些信徒 只见他握住信徒的双手 胳膊上的天平纹身开始摆动 然后慢慢变得平衡 看来这个男人通过了审判 接着一个老太太也想玩玩 亚瑟一握住他的手 天平瞬间倾斜 而随之带走的就是老太太的生命 追兵告诉亚瑟金甲虫背下的事 于是亚瑟用本地方言发号施令 所有人都跪在地上 只有史蒂文站在那里 亚瑟认识史蒂文 并且还说他根本不是什么寿货员 而是个古佣兵 他让史蒂文交出圣甲虫 这时那个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 他告诉史蒂文不要交出圣甲虫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递了出去 然而他的手却不听使唤一样 死死地握住圣甲虫不放 并且他的身体也被控制地开始逃跑 一群人将他围住开始 向夺他手中圣甲虫 史蒂文的意识陷入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时 身边的人已经全部倒在雪泊之中 他也忙抢了一辆货车准备逃跑 然而没想到敌人很快就追了上来 前方一车篮球小子拦住了他的车 成功超车后 他还隐茂了地打起了招呼 而老太太却有点小脾气